ANK YOU 我們的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其實今天在這麼寒冷的狀況底下 之所以有這麼多的老師願意聚集在這裡 其實是大家都感受到 我們的高等教育生病了 從去年就是民國100年5月1號公會法修訂之後 賦予教師可以組織公會的權益 也某種程度的容許教師可以跨地區 來進行不同在同一個產業裡面的不同位置 包含老師 助教跟職員都可以 以在高等教育這個產業工作者為名而進行組織 我們是在7月份去年也就是100年的7月份 由一些學術界的朋友發起 讓我們共同來挽救台灣高等教育的宣言 8月份我們一些發起人推舉了13位的籌備委員 從9月份開始到2月 今年的2月我們大概開了5次的籌備會議 來討論整個成立大會的今天大家的活動 以及我們高等教育產業的工會的組織章程等等這些籌備工作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跟我們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未來不是只有在高等教育產業這個領域可以合作 未來不論組織的架構 不論合作的方式 不論議題的內容 我們都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 那在過去一段時間籌備的過程中 有一些夥伴跟我們有聯繫 那我們一向是知武不言 那所以未來我們這個態度不會改變 我們沒有任何的預設立場 來跟會會做任何的合作 但因為是無限的框寡 那各位可以先自我實現 然後接著可以來做一些路線的選擇 那這些點點滴滴 只有靠各位能夠成就它 而不是靠我們這些勇會 台灣社會永不缺席的進步動力 高教產業工會成立以後 我們將以神聖的勞動三權 團結權 協商權和爭議權為基礎 追求以下目標 我們一起來念 預備 去 達成同工業的高教資源分配 追求社會正義 營造進步的高教校園民主 落實大學自主 建立合理的高教平建制度 提升高教品質 捍衛其門的高教勞動條件 保障勞動尊嚴 為了達到達成以上目標 讓我們大聲疾呼 全國高等教育 所以整個是亂七八糟的 那我是建議這個部分 我們這邊談的大學自主 是談我們大學相對於過去的黨 政治 以及來自於教育部 這些官僚的自主性 所以我建議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維持原案 但是我想我們公會成立之後 對於成大 以及金門大學這個擺文化 其實我們在成大座談的時候 已經是談了很多了 那麼我想這部分 我們公會再未來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那我建議說這個部分 我們自己把這個意義掌握清楚 那麼接下來的行動 我想我們會跟成大 以及金門大學的朋友 我們會繼續合作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就建議是 就是我們維持這個自主的行動 所以我是建議說 還是維持大學自主 比較容易自言 但是呢 將來我們在具體的行動裡頭 能夠更具體的去聚焦一些 對於違反大學自主的精神的一些行動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說 最好是維持原來這個自主 然後呢 在我們接下來舉行兩大分析 謝謝 我是台大公會的余秘書長 那就是被邀來寄詞 來看看是產業公會 因為目前教授們想要怎麼做 然後團結凝聚程度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要聯合大家的力量 然後追求我們高級教育的精神 然後自由平等 然後自由平等 還有社會正義 現在看到其實很像 像我之前是學生 那很多助理 他是很需要這一些 不管是過課會計畫或是 那一方面他們是靠這些東西 那一方面看到現在很多教育機費縮減 然後就覺得 我們好像快要活不下去了 參加公會本來就是一個公民非常重要的 權利和義務 那麼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呢 每個人都是勞動者 那如果勞動者不團結起來 即使是你是在高的教育體系 一樣也是會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那麼這個不公平的對待 其實不單單只是對勞動者本身 也會對這個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認為說 參與公會 組成公會 那發揮公會的力量 其實是這個當代社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個公會可以團結大家的力量 那我覺得在談這些東西 我會更有利 醫師其實自己有興趣 就是對高教育體有實際在關心 然後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學生權利的一分 然後為什麼學生權利跟老師權利有關係 因為其實就受教權來說 我發現當老師不能好好教書 然後把很多的時間都在做研究 申請錢 然後搞貼有的沒的 我只是說當他們沒有那麼多 心力可以照顧學生的時候 其實學生受教權是受署的 對這是我們為什麼想來的 非常希望我們的國家教育 能夠永續的經營 讓我們的國家的競爭力 一段提升 讓我們的學子能夠吸收 以及產出他們所該得到的教育